大家好 我是吳仔 陰道神童 最新預言大大聲 有最新的東西聽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廣播 陰道神童恐怖的十二年週期又到了 警告災難倒數爆發 今年又有大災 今年又有大災 每次出生氣都很嚴重 你應該看到美國內亂 大量特朗普支持者上街聲援特朗普 有過半數美國人相信特朗普會被拘捕 很多人上去 借過那一個 這是最大新聞 連巴基斯坦都受牽連 原來阿富汗東北有個大地震 巴基斯坦都受牽連 西方社會是習近平訪俄羅斯 是中俄聯盟 不是吧 這麼嚴重 亦稱逐心國逐漸應成 哎呀 這樣說 另外又說世界大戰一族即發 你看到這些政治事 慢慢會不會推到地球滅亡呢 另外俄國夫婦深信曬太陽會飽 他將他的兒子做一個光合作用 就不餵奶 活生生餓死了個初生嬰兒 世界新聞真是恐怖的 我們教給OK仔和大家詳細講解一下 教波給你 謝謝五仔大家好 我是OK仔 和大家跟進一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上面有些什麼呢 當然現在世界的焦點就是關乎 習近平和普京的會談 見到他們四個半鐘聊天之後再談一次 然後有些什麼聯合聲明呢 因為在昨天 我們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克里姆林宮 和對方談了一連串的問題 包括烏鵝局勢那些 談完之後就說 雙方簽署了這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俄羅斯聯邦關係深化 新時代全面戰略協助 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 關於2030年前 中華經濟合作重點方向發展規劃的聯合聲明 這兩個聯合聲明都強調 透過和談去解決烏克蘭的危機 說到在會議上一開始 普京就說當前的國際問題 是我們兩邊的關係都已經討論過了 在商貿上面的問題 說俄羅斯總統普京 就說俄羅斯願意支持中國企業 取代離俄的企業 即是說西方的企業 而俄羅斯企業無論按照合約規定 或者其他方面 都有能力滿足中國的能源需求 又指出 應該進一步鼓勵俄中兩國以本國貨幣互相結算 亦都期待俄羅斯出口中國市場食品能夠錄得增長 亦都說俄中可以透過自身的潛力成為AI 或者說資訊科技的世界領導者 我們的習主席說中俄政治互信 利益交流 民心相通 不斷深化經貿 投資 能源 人民 地方 這些領域 合作 持續推進 亦都指出 雙方要加強溝通 和密切協助 推動兩國務實合作 取得更大發展 去到這個位置 你看到俄羅斯真是拉攏中國成功了 當然 又說 什麼拉攏 本身中俄兩國都是好朋友 是 但是 你看到現在他簽署的聯合聲明 包括涵蓋的東西很多 經濟 物人員 企業 資金的流動 你看到這個層面上 是不是真的 某程度上 中俄站在一起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表態 如果是清晰的話 那就令到西方社會 就會有出不同的招數 但是 在烏鵝的立場來說 中方依然都是保持著這個和談 就是我搞經濟 我跟哪個國家搞經濟都可以 是不是 但是你不能夠說 我現在跟普京搞經濟 一起 用人民幣結算之類 那你就說 現在就是中俄陣營 現在對立西方社會的陣營 如果我不排除 你可能西方社會會這樣看 就是用這個層面來炒作 但是我相信 中國方面也深層次考慮過 所以他在這一方面 都要重新再重新提及多一次 就是烏鵝的局勢 就是他表示是用和談的方式去聊天 就是 就著 有西方社會都覺得 中俄聯盟 對 中俄聯盟將會對成 西方構成一個真正的問題 究竟是什麼呢 因為說到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 博爾頓 他的專訪裡面提及到 俄羅斯和中國的聯盟 是對西方社會的一個問題 無論烏克蘭的衝突 怎樣都會發生 因為他們覺得 現在說到 取決於不在於烏克蘭打成怎樣 是認為 俄羅斯和中國的軸心 現在正在形成 糟了 就是軸心國 糟了 就是西方社會現在是用軸心國來看的 加上伊朗 加上北韓 看來 有人就說 這位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 就說你看看地圖 看看範圍 是不是應該要認真去處理一下呢 去到這個位置上面 可謙可點了 因為 這位前國家安全顧問 美國的前國家安全顧問 他講到 習近平訪問 莫斯科 將會迫使西方國家 從全球角度去思考 自身安全 他認為中國一開始 從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 就支持俄羅斯 而烏克蘭是美國 因為中國非常重要的利益 所以現在一人握著一邊 所以我剛才說 或者之前說的理論 絕對是西方社會的那種思考模式 他們會這樣去想中國 當然中國也會去想得到 我站在這邊也估計得到 西方一定是打 所以我就說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 你不斷處處相逼中國 你遲早 中國被迫著都要站邊站 然後 沒有辦法 我想跟你朋友 也沒辦法 你不斷偷偷我們 沒有生安白做油的時候 怎麼跟你做生意 從貿易的角度來說 因為人口大 需求大 貿易易差一定會出現油 外國的東西一定會比你便宜 做出來的東西一定比你便宜 你對我們的東西的需求一樣 等同舊時候 記得的 清朝的時候 也是貿易易易差問題 所以英國佬的時候 才把鴉片放過來 所以這件事歷史 經常都可以借鏡 究竟是否會再演變成一個 世界的不同層面 你看起來也會慢慢趨向 是兩個陣營 這個世界 這兩個世界 將會變成兩個陣營 之後會出現了一個什麼問題呢 會不會磨擦升溫呢 這個也是大家需要留意一下的 講完這兩件事之後 講完我們習主席 講完烏鵝問題局勢之後 也跟大家說一下 有關於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就不斷被拉拉拉 拉到現在都沒什麼聲氣 但是呢 竟然有支持者 有大量支持者 已經出來 去紐約街頭示威了 就說要 真的 聲援Donald Trump 現在嚴陣以待了 這件事 大家都非常緊張 說到 馬克頓的刑事法院 現在遭到大量的Donald Trump 支持者包圍了 紐約市的警方嚴陣以待 就說在他們的檢察院 檢察辦公室大樓外 設置鐵馬路障 以防暴動騷亂 自從這個消息之後 已經周圍 那些Donald Trump粉絲 立即出來聲援 但是你看到 現在都好像 還沒有消息 就真的拘捕Donald Trump 但是 我也說過 會不會他們要基於情況 考慮呢 這件事也是非常值得他們的心思 因為 說到如果真的 Donald Trump被拘捕的時候 恐怕 那個聲援行動 會幾何級升上去 所以 美國當局現在他們自己都很頭痕 沒錯 因為現在有訪問 指出 關於Donald Trump 去到這一刻 都還沒有拘捕 但是 有過半數的美國人 都相信 絕對相信 你拘捕Donald Trump 是出於政治動機的 當然 覺得 拜登是想要弄鬼他的 就著這件事件 所以告訴大家 如果是的話 可能有過半的美國人會出來 吵架 這件事 看來 美國自己搞定 自己內亂 所以不要搞這麼多外國的事情 另外 也跟大家說說 阿富汗也爆了 6.5級地震 連同巴基斯坦也有人死亡 現在看到地震 是兩個國家一起來的 可能兩個邊界 在邊界當中一起震 導致一個地震 一箭雙雕 這次說到阿富汗的東北部 發生了黎克特制6.5級地震 鄰國 巴基斯坦和印度 都感受到震動 阿富汗最少有兩個人死亡 巴基斯坦最少有9個人死亡 另外超過150人受傷 所以你說這些地震 比神童預言得中 說到神童 神童又說有最新預言 他彈出一個數字 警告災難倒數爆發 究竟是一個什麼數字呢 這個數字是否和大家 六合彩有關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因為有媒體報道 他說最新的預言 明確說到 3月14日之後 必須嚴防天災人禍 天災 你看到剛剛才說完地震 你看到人禍也有 地緣政治 越來越擴大 他更加說到 10月到11月 有超級巨大的 自然災難發生 我們看看 印度神童有什麼 而說到印度神童 最新影片 他警告了三件事 就是3月14日之後 木星和土星交回 所以他預告 在今年10月到11月期間 將會有自然重大的災難 原因就是月食和拉狐 第二拉狐星象出現 他就說 在3月到11月 指定時間內發生的事情 是那個強度 越來越大的 OK 就是 隨著時間流逝 應該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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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他提醒 在24年 即明年 將會天災降臨 指出 明年4月前 都不能夠大意 因為有綠色的瑞星出現 全球是需要注意的地震 洪水 火山爆發的發生 哇 地震很多 真的很嚴重 現在不斷震一震兩飛 第三件事 他就提醒 那些人必須保持心境開朗 這樣 OK 當然 他剛才說 一開始有個數字 他提供一個號碼 這個號碼不是讓你買落入彩的 他說一個數字 暗藏空機 12號 12號為什麼會暗藏空機呢 他指出 之前的地震剛剛好 固定在週期以上 即是以12年做一個單位去推算 他說發現已經逢12年發生了很多地震 包括11年的311海嘯 19年的 99年的台灣921大地震 即逢12年就會有些大鑊事 所以去到2013年 因為2011年加2012年就是2013年 都會有大鑊事 所以他說今年也會災難倒數的爆發 哇 那大家真的要小心一下 不過12呢 那麼 樂彩不要買咯 可能會中的 也不知道 另外 也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 能源危機 資源危機 印度神童有說過 有人覺得好像還沒關到我們 但是 說到全球世界上 現在水資源危機正正危害1.9億個兒童生命 是啊 因為 說到說 接下來 現在各個領袖將會出席聯合國水資源大會 這是歷史性的一個節目來的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呼籲各方加大用水和個人衛生環境的項目投入 因為要保護兒童的未來 根據他們的分析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就說 有10個面臨水資源貧乏威脅的非洲國家當中 有1.9億個兒童面臨3個威脅 包括食水 個人 和環境衛生的問題 所以 他說這三個問題將會帶來疾病 引誘 而說到在 尼尼亞 基內亞等等 這些非洲國家 是非常之嚴重 中非和西非是世界上最缺水 受到氣候變遷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由於 你看到爭奪水資源的問題 出現了武裝衝突 這個武裝衝突 如果慢慢擴大出來 就會造成全球 所以 現在聯合國召開這個會議 呼籲各國 快點投入多些資源 去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不然就變得很亂 是啊 那就真的 頭都大了 沒辦法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宗 非常之恐怖的奪命車 在馬來西亞 這件事件 就說到 地點在一個叫太平市郊 一個叫丁兒路 四個死者 分別叫黃亞梅 黃瑞漢 許淑霞 和她的丈夫周映慶 四個人 當時有坐著私家車 從太平朝班台的方向行駛 突然之間 就駛入了一個反方向的車道 即逆線行駛 於是 就跟這個 對頭而來的貨車相撞 上述剛剛說的四位人 當場死亡 貨車司機 就沒有大礙 好了 當然 死者 其中黃亞梅的丈夫表示 由於老婆的四哥 因為之前身體不適 就病世 老婆 在案發前一天 跟他姐夫 哥哥 嫂子 一起出席四哥的喪禮 當時又有 老婆的哥哥開車 喪禮完畢之後 四個人一起回家 誰不知就遇上車禍 都非常驚訝 真的非常之恐怖 其實四位都很大 四個人都有小孩子 事業有成 都不需要操心 想著大家都可以安享萬年 誰不知遇到這樣的車禍 一起死 真的有時候命運就是如此 還剛剛出席了親友的喪禮 好了 說完這件事之後 也跟大家說一下 有些事情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因為有一個19歲的女生 尤其是女生真的要留意 就說 她遇到車禍 竟然那個鱷魚夾 插進後腦 哇 非常之恐怖 說到鱷魚夾 是用來女士夾頭髮 其中一個飾物 這樣夾一夾 就很容易夾到很漂亮的髮型 但是想不到 這個東西原來是空氣 說到英國 有一個19歲女孩子 開車的時候發生車禍 結果被頭上的鱷魚夾 直接插進後腦 更加留下了30cm的疤痕 大家可以想想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夾在後腦後面 撞車的時候一定會向前向後動 衝擊力這麼大 某程度上 一向後一鑿 那個夾就插進去 也不奇怪 這位是實習老師 這位女生 說她那時候開車回家 不是很高速的 只有五六十 但是由於有龍武 她看不清楚前方 到她看清楚前方的時候發現 原來是棵樹 那一聲就撞到一棵樹 說到車反了 由於她反側 頭一定會到處摔 後面的鱷魚夾就插進去 非常可怕 她忍痛 逃出了車 暈倒了 後來有附近的駕駛者 將她送到醫院 醫護人員幫她在後腦拿回鱷魚夾 就逢回鱷魚夾 住院三天才出來 哇 真的非常可怕 所以說 她提醒各位駕駛人士 女士 記得駕駛的時候不要用鱷魚夾 最好拿回那些髮圈綁住她 其實我覺得除了鱷魚夾也好 什麼夾也好 真的不好 因為你司機位後面那個枕 有機會真的硬 你一衝下去 那一刻撞了 真的非常恐怖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下 什麼事呢 香港經常說 結婚生子要考牌 外國也要 為什麼呢 因為說到有一對俄國夫婦 就說不餵奶 餓死自己的親生嬰兒 哎呀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一起看看 因為說到這件事件 就在黑海度假城市 一個範圍裡面 就說 一個俄羅斯調查委員會 就調查這件事 就說一位33歲媽媽 就涉嫌疏忽導致她的兒子死 被法官下令軟禁兩個月 而她的父親 帶她文華的時候 就說 試圖在警車上逃走 就被刑居十天單獨拘留 根據俄羅斯的電視台報道 這位33歲的母親 就在2月11日 就在家裡生兒子 就一直都沒有接受過 合資界的醫療幫助 也都沒有扮理這個出生證明文件 好了 到了3月8日 由於嬰兒子健康狀況惡化 更加患上肺炎 而且受到皮包骨 好了 於是她自己就決定帶兒子去看醫生 怎知道兒子還沒到醫院就死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 就說 根據初步調查顯示 這個媽媽 試過 就經常不讓兒子吃 哇 離了大譜 她說 這位母親 這位女士的媽媽 就說 女兒一向都禁止 餵兒子 她說她想在兒子身上做實驗 用陽光餵她 跟著向其他人推廣 哇 真是你是不是白癡啊 拿生命來做實驗 拿自己的兒子來做實驗 相信曬太陽會飽 你真是白癡 那你有沒有曬太陽 是不是飽 你是不是不用吃東西 好啦 真是神經病 原來 她這位媽媽 這位女孩子 一直以激進 飲食 習慣聞名 就例如 只吃生肉 只是說 曬太陽會飽 就說 本來想幫人改善問題 我覺得你像邪教 唉 所以你說 生兒子真的要考牌 如果你真的深信這些事 你不要亂來 生兒子出來 令你兒子受苦 另外也跟大家說說 在巴西 這棟公寓發生了運電梯事件 這件事件導致電梯直飛到地 哇 真是非常之恐怖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電梯寫著 最多坐八個而已 但是有十一個人總是要偷進去 結果電梯呢 頂你不順了 一下子就飛到地上 造成三個人重傷 所以說你真的坐電梯 都要用一下腦筋才行 你真是人貪玩 擺明 是不是 會響的嘛 正常 不過可能他們真的不理 想著電梯吃得起 所以不要玩了 這些事情 到時候大家一起抱著 一起掛牢襯而已 好了 另外現在說到 美國將會提供烏阿蘭的頻油彈 俄羅斯就警告 距離和西方核衝突 又邁進一大步了 哇 即是怎樣 即是說 準備打核戰 是不是 當然 這些化學物 所謂的核武類似 是一種放射性元素的物質 說到說 它可以 說到這個 有的裂變 可以 放出來發電 那 本身 這件事 是不是用來做發電 類似核武呢 真是不知道 但是 就說到 現在 有表示 英國將會向 烏阿蘭運送的坦克當中 部分 加了一些穿甲彈 由於它可以 有一些物理的特性 容易打穿坦克的裝甲 所以 普京 就在這個中俄風會後面 說到 如果你 英國佬真的拿這些東西 給烏阿蘭用的時候 我們 就一定會做出回應 因為 西方社會開始 拿一些有帶有核武成份的工具 給烏阿蘭 如果是的話 我不排除 就開展核武 如果是的話 真的 頭都帶了 沒有的 你說核彈 我又不是核彈 不過是類似這樣的成份 普京就說 不行了 都當是 另外 也跟大家說說 在哪裡呢 這次說到 在緬甸 有一間華人開設的商店 竟然有女店員 被多人持槍綁架 這件事件引起關注 有內地媒體報導 這個女店員的姐夫 商店負責人 趙先生表示 涉事女店員是他老婆的妹妹 事發的時候 一小時 他已經被綁匪放回 就說 沒事沒事 沒有交贖金 帶回去 撿一劑 然後就放出來 不是吧 撿一劑 開玩笑 這件事件 在緬甸一間中國超市 竟然這些持槍的匪徒 就把一個女店員夾走 說到有影片 這個女店員被綁的時候 他用中文大叫 兩個小孩 這件事件有很多 引起網民關注 連駐緬甸的中國大使館 都證實了這個消息 說到緬甸近期 發生很多類似的綁架事件 所以有中華會館的負責人 就說 這個也是他們在這條街 第二次的綁架案件 他經常都要跟華人朋友說 在社交平台低調 不要浪費命 很多人都覺得要浪費命 很多人覺得 不浪費命怎麼辦 要不然看不起我 看不起你 就把你綁走 你有錢 所以才不會露眼 這個說話是說的 真的有錢的人 是不會浪費命的 不要以為自己有兩個錢 然後就在上面懸褲 騙了很多like 那個人的虛榮感很大 那個人浮了 浮起來就被人夾走 知道嗎 另外也跟大家說 在印度 火車月台 竟然有一個顯示器 哇 播了AV 這樣 被人黑了進去 是嗎 說到播了三分鐘 很多人拿了手機出來拍 但這件事引起很多人不滿 需要到後期 鐵路保護隊介入之後 畫面才停止 可能 被人黑了進去吧 這些 偶爾也有的 不用怕 另外也跟大家說說 唉 真的 你說這些人白癡 白癡不要生兒子 在澳洲 一個曾經有吸毒紀錄的母親 三年前 廣道說 因為 在車上留下兩名 睡得淋淋的年幼女兒 自己回家睡覺 翌日 早上發現兩個子女被活生生熱死 廣道說 車廂溫度已經62度 後來媽媽承認誤殺和藏毒 被判九年 但是 竟然 老爸 即是丈夫 認為判刑判得太輕 指出這些行為 認同謀殺 這樣虐待無辜的小孩子生命 起碼覺得應該要判三十年 有沒有判三十年呢 應該沒有了 但是 你真的 你不應該這樣做 你九年 我覺得真的 離譜了 起碼 這些真的要 必須彈跳 怎樣也好 這件事 留下他們自己研究 所以告訴大家 有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出現到這樣的疏忽 大家 照顧小孩子的時候 都要留意一下 這集成果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